今天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个数列极限的性质 就是有界性 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数列它是收敛的 必然有界 这个呢其实你从这个它的定义 你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含义 我们首先把这个坐标轴给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假设这个数列呢以a为极限 根据的定义我们知道从某项以后 它一定大部分的点都在a-1比重和a加1比重之间 那也就是说这里边是无穷多个点已经被控制住了 那么之前还有一些点在哪呢 在这个开极限外边 那就是前大n项是在这个开极限外边 那前大n项始终是有限项 那有限的东西我们是好控制的 你可以找一个非常大的范围 好了把这个有限的这几个给它包含在里边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退出它有界了 这就是这个数列极限它的另外一个性质 那么这个性质呢 我们想如果反过来它成不成立 也就是说如果有界 那么能不能推出这个数列它是收敛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实际上这个结论呢 是不一定成立的 你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反例 要找反例的话 你首先得找有界的 我们尽量把这个问题简化 想越简单的例子越好 那么如果有不收敛的 那也就是说它不能趋近于某一个固定的值 我们就想到了 比如说这样一个数列 xn等于负1的n次b 这个显然是有界的 因为它要么取负1 要么取正1 所以负1到正1是它的界 而如果取奇数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等于负1 偶数的时候是等于正1的 那也就是说 它十二往东 十二往西 那这样的话肯定最后达不成一致 它不可能去进入一个固定的值 那这样的话 这个极限我们就说是不存在 实际上从这个例子呢 我们也可以得出 我们常用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怎么去推这个数列极限不存在 那我们就找它的两个子列 这里呢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找两个子列 一个是偶数子列 一个是奇数子列 我们发现它们刚好极限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终这个极限就不存在 那课后呢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也可以推出这个极限不存在 我们这里可以给大家提示 你比如说像三角函数 这个呢就是三角函数 比如三眼X 三眼XN4米 那么这个显然是有界的 但是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是否 极限存在 在选择